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在家里烧烤或者外出烧烤的时候 或者其他的一些户外活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相关的消防安全 好了我们来看一关对白血病患者支持方面的一条消息 目前在奥克兰白血病患者将有一个新的地方 可以寻求相关的支持 这处地址在新西兰白血病和血液中心Epson办公室 新的支持服务中心 设有一个办公室 放松室 会议室和一个厨房 奥克兰的支持服务团队 拥有三个普通疾病具体支持的团体 以及晚上传授人们关于他们疾病知识 治疗和协助处理疾病策略的课程 还有每月活动一次的俱乐部 俱乐部成员是有父母或兄弟姐妹 诊断出患有血液癌症的白血病的儿童 新的服务中心也将被用于国家医疗和护理会议 包括白血病和骨髓学习小组和08流的网络会议的地址 相关的资讯 你可以访问新西兰白血病网站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